人类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现代的物质文明 同时也享用着自己的劳动果实 请看这台全自动洗衣机 它只需按几下按钮 就会自动地注水洗涤 瓢洗甩干 完成搓洗衣服的繁重劳动 但是科学技术还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再看这种洗衣机 它能自动地根据投入衣物的质地多少 甚至瓢洗得是否干净 决定采用哪种洗涤方式 脱水粒的大小 洗涤和脱水时间的长短等 这种新型洗衣机能在一定程度上 模仿人脑根据不同情况 自动选定不同洗涤方案 这种新型洗衣机被称之为模糊洗衣机 这就涉及到一门叫模糊控制技术的新技术 什么叫模糊控制技术呢 就让我们从模糊这两个字说起 客观世界存在着一种现象 称为模糊现象 例如大与小 快与慢 年轻与不年轻等等 都很难在二者之间 划分出一条精确分明的边界 这就是模糊现象 以年轻与不年轻为例 假如我们只考虑年龄因素 通常认为在某一个年龄范围内 都是年轻人 如把18岁到35岁的人统称为年轻人 显然年龄不同 年轻的程度也不同 这类现象给出的是模糊信息